10月26日 洛杉磯部分法輪功學員 來到蒙特利公園市舉行集會 並在繁華的商業街區舉辦真相長城活動 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 立即釋放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活動在週六上午於巴恩斯公園舉行 有來自天津的法輪功學員 現場揭露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呼籲無條件釋放被非法關押的修煉者 我知道的有八位同修吧 等於現在還被非法關押在監獄和看守所的 那麼這八個人的名字是 周向陽 黃李喬 華聯友 李永全 劉慧江 張健 高麗娟 李双双 這幾名同修 這是我知道的被非法關押在監獄的 還有就是說我不知道的還在關在這個監獄裡的同修也不少 我們強烈呼籲中共立即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無條件釋放所有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 下午法輪功學員范燕燕來到真相長城現場控訴中共惡行 她的母親也是法輪功學員 在2018年去澳洲探親時在中國海關被綁架 范燕燕呼籲制止迫害早日釋放她的母親 我特別想念我媽 因為我覺得這麼大的年齡馬上出來 用出來也是快七十 也是七十多了 我覺得一個七十的老太太能做什麼事情 手無伏地之力吧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已經二十多年 迫害還在繼續 現場法輪功學員呼籲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 江澤民當初和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輪功 他們是犯了反人類罪 群體密集罪 是國際的公罪 所以我們出來也是呼籲 盡早地盡快地要法辦江澤民 而且停止迫害法輪功 停止這一場人類歷史上有史以來的 最大的罪 對於信仰群體的這樣一個迫害 活動當天還有帶真善人好橫幅的車隊 在街道上行駛通過 受到來往民眾的關注 新唐人記者楊洋洛杉磯采訪報導